尊敬的诸位法师 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惭愧学生唐伟 今天向大家恭敬汇报的主题是 感恩 感动 法喜 假 感恩 2015年7月1日启程的那一刻起 冥冥之中就得到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善神 历代宗亲 列祖列宗的护佑 7月5日的清晨 使我们顺利的到达了 向往已久的佛教圣地 我们的家 积足山 从下车的那一刻起 学生心中就充满了 无限的感恩与幸福 感恩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善神 婆娘两家历代宗亲 列祖列宗 师父上人 上映下姓法师 相馆长 诸位法师 父母 公婆 先生 所有家人 两位恩师 同修家人们 成就了学生 此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以感动 法师们细心周到的安排与照顾 让学生眼眶中 无时无刻 不充满着感动与幸福的泪水 走进疗房的那一刻 干净 整洁 清爽 就让学生一身的疲惫 烟消 云散 法师们耐心细致地告诉学生 如何摆放衣物 如何整理床铺 如何穿海青 如何脱海青 如何折海青 37岁了 在学生的印象中 妈妈也没有这么细心地教我做一件事 学生就像牙牙学语的孩子 法师一字一句 一步一步地教我每一个步骤 生怕学生遗漏了哪一个环节 学生也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认真聆听法师的教导 这似乎也是学生人生第一次 这么认真地学做一件事情 当学生走到床前 柜子前 书桌前 洗漱台前 餐桌前 都能看到写着学生名字的小标签 贴在醒目的地方 甚至打开抽屉时 一串用别针 别在一起的晾衣排上 也醒目地贴着学生的名字 学生再也忍不住了 感动的泪水夺矿而出 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 每个人大概有二十个这样的小标签 我们一百多人 仅小标签就需要打印两千多张 学生曾经也做过会议服务的工作 知道打印标签 贴标签 是一个很繁琐 很细致的工作 费时费力 更何况 每一个标签 都贴得那么整齐 那么用心 就紧这一项工作 法师们不知经历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学生的泪水 像断线的珠子一样 无法自控 心中暗暗许愿 一定好好学习 不浪费在这里的每分每秒 否则真的对不起 两位大家长 诸位法师们 这么用心的付出 来到这里 大家都是直语的 过去总认为 言语是人与人之间 情感沟通的最好方式 殊不知 心灵的沟通 愈真诚 愈深厚 大家有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方向 共同的师父上人教诲 没有言语的沟通 没有眼神的交流 大家却轻如一家 时时处处 都是感动的画面 排队时 后面的家人 轻轻帮您 整理衣领 进卫生间换鞋时 旁边的家人 会为您拿出拖鞋 放在您的脚下 收回您的鞋子 上卫生间 当您打开门时 家人 已为您端好了 充测的水 当您走进教室时 家人提前 为您摆好了椅子 准备好了 学习用品 走进疗房时 家人为您 铺好了被子 整理好了衣柜 折好了洗净的衣物 过堂时 家人们提前 为您摆好了碗筷 杯子里 盛好了水 准备好了小点心 听经的笔记本 在第一周的课程里 我们学习了过堂仪归 四门威仪 内务整理 佛门礼仪的内容 学生过去是一个不拘小节 做事毛毛躁躁的人 任何事情都是应付了事 做完就好 从不注重细节过程 学习了这些课程 才知道 修行人的威仪 都是在这点点滴滴的 生活细节中 磨练出来的 我听经昏沉 坐姿不端 正是一直以来 很大的两个恶习器 是同修的坚韧 感动了我 激励了我 在第一天拜佛后 因为不适应 一位同修的双膝 几乎不能上下楼梯 疼痛难忍 膝盖打弯都很困难 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同修还是坚持拜佛 一个也没有落掉 并且上课时 始终保持一个姿势 听经记笔记 一节课下来 从不停笔 认真记录 师父上人的教诲 每每昏沉 靠在椅背上时 看一眼同修 惭愧心 油然升起 忏悔 自己连着一点 小小的习器 都不愿意克服 何谈成佛 师父上人教诲我们 要想成佛 必须改掉 我们累劫以来的习器 学佛的过程 就是改过的过程 就这样 在同修的激励下 第一周的听经学习 昏沉少了许多 坐姿也较以前有了进步 柄 法喜 过去在家学习佛法 真的是为了学佛而学佛 每天都痛苦地完成 当天的学习任务 任务完成了 就会松一口气 终于完成了 还会找借口 让自己放松一下 完成不了 就会懊恼 发脾气 在我的脑海里 学佛是痛苦的 乏味的 更谈不上法喜 从来就不知道 什么是法喜 更不知法喜的味道 在第一周的听经课程中 因为基本克服了昏沉 所以师父上人的每一堂课 基本上都完整地听下来 加之道场的书圣 诸佛菩萨的护佑 让学生第一次 尝到了法喜的滋味 欢喜无比 一 坚定了信心 过去大家都说学佛好 我就跟着学了 至于真正好在哪里 怎么好 我是稀里糊涂 没有真性切愿 在这一周的学习中 学生尝到了一心念佛的欢喜 师父上人教诲我们 妄念升起时提起佛号 学生就按照师父上人的教诲去做 佛号不断 一有妄念拼命念佛 很快妄念就消失了 而且会莫名的喜悦 情不自禁地露出笑容 海鲜老和尚教诲我们 啥都是假的 过去有很多放不下 想不开的事情 通过这一周听经念佛 都不解自开了 欢喜无比 现在脑海里 只有一句佛号 妄想杂念还会有 但很快就被佛号代替了 心中充满了快乐 像回到了童年 无忧无虑 印光大师开始 只看好样子 一切人都是菩萨 为我一人时事凡夫 学生过去总爱挑别人的毛病 看这不惯 看那不惯 这一周也时常出现 但很快能换掉 几次之后 再看时 人人都那么好 都在给我表法 都在提醒我 心中充满了感激 一句佛号 置心一处 法喜充满 这一周的学习 更坚定了 此生必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的信心 看破放下 从不失做起 一句佛号 不令间断 认真听经念佛 欢喜之心 无以言表 二 拜佛 听经 诵经 念佛 不再乏味 过去因为心念不对 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 痛苦不堪 现在听经听懂了 转换了心念 拜佛的时间 不再觉得长了 可以安住于当下 听着隐庆声 一下一下的拜 欢喜无比 法喜充满 听经昏沉 妄想 少了很多 师父上人 教诲的内容 更深入 更明白了 过去听不懂的地方 一下毛色顿开 欢喜无比 法喜 法喜充满 法喜充满 诵经 过去诵经 为了诵经 而诵经 现在用清净心 诵经 法意渐渐突现出来 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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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比 法喜 充满 念佛 过去从来 不认为念佛 会有什么法喜 只是在紧急时 需要帮助时 认真念几声 其余时间 都是嘴上滑过 从不过心 这一周念佛 让学生 真实地 感受到 佛号的法力无边 欢喜无比 法喜充满 丁 结语 一周的时间 是在感恩 感动 出场法喜中度过的 是我走过的 三十七年 人生旅途中 最幸福 最自信 最欢喜的一周 学生 在这一周里 坚定了 回极乐世界 老家的决心 尝到了 法喜的滋味 在佛门音乐课上 抽泣不止 感恩慈父的 不离不弃 真心忏悔 累劫以来 所造的恶业 阿弥陀佛 以上是 惭愧学生 唐伟 粗浅的 学习报告 错误之处 请求尊敬的 师父上人 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慈悲批评指正 学生乐意接受 致诚 鼎礼感恩 阿弥陀佛 恭祝尊敬的 师父上人 法体安康 六十吉祥 久住世间 光寿无量 惭愧学生 唐伟 鼎礼 敬诚 唐伟的报告 很诚恳 很真实 他参加这个学习班 才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 能够得到法系 这个不容易 那么由此刻之 他专心 他真的回头 他真的明白了 过去 所以学佛都没有这么认真苦 我相信 这个班好像他是有一个月了 这一个月对他一定很有所用 可以对一般 那学佛同学做个好保养 这个真正学习 环境还是很重要 所以像磁场 不像土 是不是 我会认识 那是什么 你会认识 我会认识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谢谢大家